南宁市政府各位领导和广大的人南宁市人民大家好 我是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组织环球总部总议长李宇晨 我们国际机构绿色世界绿色气候机构是代替全世界强制的时间绿色所有领域的时间机构 而且实践绿色技术绿色技术商品是全世界人民国家政府企业和国民的义务 已经被上升为国家的安保问题 诚实的实践绿色政策保存比国际标准更加清澈的空气水和没有污染的土壤 建设这种绿色都市和培养绿色技术企业 使用绿色技术商品进行城市开发和绿色都市建设 首先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代替360个国家 对实行绿色政策的政府以及广大的人民们表示真诚的感谢 另外对实践相互扶持尊重的绿色精神的南宁市政府的努力 以及要将南宁建设为低碳绿色都市 遵守国际绿色法规表示再次的感谢 国际绿色实践法和国际机构绿色气候机构的宪法理念是一致的 对南宁实践绿色理念、思想、精神 以及南宁所保存下来的绿色文化和历史 给予很高的评价 我们有义务同南宁一路为保存南宁市的历史文化 实践绿色政策而共同努力 南宁市义务的旅行国际绿色实践宪法 全世界共同履行绿色义务 建设绿色企业 使用绿色技术商品来保存绿色生态文化遗产城市 这里的历史和文化在国际上创出更高的价值 南宁市通过实践绿色政策 成为全世界绿色经营新的经济模式的中心城市 发展经过绿色检验的企业和绿色技术 是造福后代的伟业 南宁市将会被认证为保存绿色遗产的实践都市 为保存南宁市绿色城市保存在国际上的价值 认证国际组织世界绿色气候组织的宪法 为了南宁市绿色检验认证企业和技术 能够登上国际的舞台 得到南宁市政府的政治法规和绿色政策的支援 顺利的发展绿色都市 我们给予积极的支援 为今天参加国际机构世界绿色气候机构 环球本部绿色发展会议的市长 以及政治协商委员会 共产党人民代表 常务局市政府 以及广大的人民群众表示衷心的感谢 谢谢